很多人跟台长讲 修心很苦啊 是的 修心人的苦是暂时的 只是在消除今后的业障而已 而且是有限的和值得有价值的 而不修心人的痛苦 那是一辈子的 他们的苦痛是白瘦的 就犹如我们买房子和租房子一样 大家想一想 买房子的债 我们终归还会还得完 如果我们租房子的钱和债 那是永远还不完的